二胎官宣 张子怡东京电影结成全场焦点 做最强大的女人 10月28日 张子怡更新动态宣布自己怀二胎 隐藏了大半年时间 终于等来了官宣 10月28日 日本唯一权威的国际电影正式开幕 作为此次电影节评委团主席的张子怡 自然不能缺席开幕仪式 而她也成为了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看到她的活动照片 网友们都感叹不已 明星们怀孕果然是只胖肚子 张子怡如今已经从影20周年了 为了庆祝张子怡的璀璨影图 嘎那电影节重新播放《卧虎藏龙》向她致敬 而此次东京电影节重放《我的父亲母亲》向她致敬 可以见得张子怡在国际电影圈里的超高地位 而40岁的张子怡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自在时刻 其实在很多人眼中 张子怡是锋芒毕露的 她在为了自己的电影之梦全力冲刺 但是结婚生子之后的张子怡多了一丝柔软 她内心有了牵挂 但她的坚韧也没有退去 这样的张子怡更加完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